是本來陷阻燃動體系台橋 以及運營燃發行的洗濤台橋 今年七十重年 運營燃洗濤症 在救營的處救 攀連動三月的洗濤台橋 觀光文發節 要安排運營主體發通 韓國鬧營的營業感染法 我明明中半夜半在洗濤了 常發言同運營燃 疾病缺陷阻營 在台灣 日本 米國 三個國家合作 強迫去 比起五年 新營的萬工 以及五三年人的真實通車 道京 基金有十十年的歷史 我說當時不在 做起洗濤台橋 其實不用防設 會搶設 甚至車通過的時候 還能受過鏟腐 洗濤大橋 洗濤大橋一直都是紅色的 我們從小時候一直到現在看 洗濤大橋的紅色 我們這邊都說紅橋 紅橋 以前 炒麗舍和鐵灰舍是保護舍 人家都空時的時候 他們密身比較好 在我小時候 我們大橋就收費10元 大車10元 燒車5元 經驗在洗濤大橋 萬工七十九年 洗濤大橋 外途經營祝舊 也只會半夜半年假 期盼洗濤大橋 觀光文化節 安排藝術文化 煩惱撈眼 請止落發 入獄態勢 和山藥觀光 約五台主題發同 那些青藥應該就會有限的港元法 今年剛建築完成70十年 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計量 所以說我們辦災禮的廣工文化節 這處我們的規模還越大 除了依舍條的發動之外 萬部市含有金屑職業和成功職業 同時在學生大橋 也在學業 就實在辦善良經驗禮品 總共依舍外行精彩內容 外部民眾四國 七國 每國 一百萬左右 卡卡新聞李昕龍 雲林報道